其实看着挺和谐的 手不能放进去的 放进去就会打人的 这个宋女的脚 还算是正常 这个是公格子 脚的那个 脚趾夹盖 没有那么长 我们来看另外一只 这只牡丹 它这个太长了 走路都勾笼子的那一种 我咋看咋难受 鸽子还不光是它一个呢 别的也有 这个是红色大鼻子 你看 也很长 都要给它剪一下 今天先剪淑女吧 时间不够 哎呀那个公格子 昨天可痛了 真的 我们要准备一把小剪刀 我用的是在剪环的 这个比较老 哎呀太长了 这个都断过一次了 看到没有 小母哥被我抓得都张嘴了 是因为你老公老打我 哎呀呀 我这个时候你花色还可以吧 别动 我们现在来剪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这里面有那个 血色一样的 千万别剪到那个肉肉的粉色的那里 剪到这里差不多了 看到没有 一定要看就像我们的指甲盖一样的 哎呀 我还以为剪到肉了呢 它猛一缩回来 嗯 其实剪的也蛮挺快的啊 你没弄呀那个的 有没有像我这一种情况呢 它一抖我就感觉它痛啊 没有剪到 其实有时间的话啊 给它做个指甲 嘿嘿嘿 这边的都是自己断的 没有没有看到没有 它自己都勾断了 这个是断的 这个都没剪的呀 你看 这个这个 不要剪到肉 没有剪到 剪到它会很痛啊 蛮不错的了 剪好了 现在我们给它送回去 你也开始找老婆呢 在那叫你 嗨 给你送来了 回去吧 这样走路 哎呀 这样不够了吧 其实还是有点长 我不敢往里面剪了 你信不信我揍你 哎呀 每次喂它食的时候都会 做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你怎么给你带来 哪里 你呢 你带来